兄弟们刚玩这个模式你们尽量比我玩这种论腿子 近战脚屎棍式打法 想一打多拦住太大了 也不适合咱们上手这个模式 我玩了一天奇幻乱斗 各种职业都玩过 最适合你们上手 而且我个人觉得也是最强的职业 还得是法师 并且武器一定要选燕光长剑 因为燕光长剑的普攻也是远程攻击 而且这个攻击战格很短你们能干说吧 这个攻击距离我开始还没注意 直到我看到有个兄弟往天上挥了一刀 这么远的 所以你像这种抢空头的时候 我们直接在远距离挥对面 一斩下去对面直接大残 完全不慌的 咱们继续挥先放倒一个 对面这种锤子的就更不提了 还没进咱们的身就被我们放倒了 这种爆金就代表他们身上有神器 金色神器效果很好 而且还有很多特殊功能 比如装上火焰腰带 我们身边就有一个火圈 可以说法师专属神器 这样就不怕敌人近身了 然后还有一种哨子神器 装备后我们按跳就可以在空中飞 法师味更足了 神器很多种 随意搭配 当时咱们看到这种方式 咱们就可以进去换我们的武器 为什么法师我建议你们别换 因为这个火球术 虽然技能看得很帅 范围也很大 但是这个武器装上 咱们就没有平A了 知道吧 所以还是用回常见是最爽的 而且常见的这个蓄力技能 进点来的呢 咱们也是不怕的 一刀直接斩它200左右 摔的一匹 好吧 法师加燕光常见 我推荐朋友们的上手奇幻大人斗 最佳搭配